无锡到北京 1200公里 她为她而来 上个礼拜我看了一些节目里的 有个叫张灵的女士 我很高兴能有人读懂我 您是有点一见钟情了吗 我还不相信这个 我不敢说这个话 因为我年纪大了 怕人家说我老不震惊 我都喜欢一听真情的 你是不是为一号来 面对跳舞的问题 她一直无法释怀 万一这位女士说她跳得动 她就是就这么个爱好 就出去就喜欢 我不敢 她出去跟老闺女老人跳舞去了 跳舞肯定没 我前期 她就因为跳舞 跳给人家跳 给人家跳的 当爱情降临 她们都愿意为对方去改变 她说老公你陪我去你愿意吗 如果对方喜欢的 我一定会调整自己 你能为她就放弃的人 假如是我喜欢的人 我愿意放弃 我喜欢你了 我给你做什么都让你 那么他们谁会有缘牵手幸福 我年轻 相对来讲 我在我这个名言段里 我智能表着比较优秀的 我最满意的是我的气质 我漂亮 今天我也正式告诉大家 我现在就是个单身老男人 对你一心钟情 我到现在的辈子 我就是喜欢你 这我觉得还急着问呢 门道部队 稍后为您带来千里奔爱 你好女士你好 王帆老师好 就张宁吧 你好 就张宁吧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张宁 我张宁 今天日期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 为此带来的门道部队 为各位介绍一下 现场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朋友 第一位出名演员李明珠老师 欢迎李老师 出名演员李明珠老师 首次做客门道部队 他曾在至青春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虎妈猫爸等作品中 都有精彩表现 放这怎么样 我给你扇着 我给你扇我 还有马 想不想老花条 想 你能给我证据 是你自己交出来 还是我们搜你 臭两娘儿 你说谁呢 你说你呢 你胡说八道 你满嘴 你犯你那是嘴吗 你放 就我这儿子 娶了媳妇忘了娘 我现在一句话 她都不听 媳妇说什么是什么 精湛演技 情感充沛 总能给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 还有我的老搭档 王威聂老师 您欢迎王岛 我们看到二号女嘉宾 一直在亮灯 二号女士您好 您好 今天开心吗 开心 紧张吗 紧张 紧张 您是哪里人了 爱上 北方人 每天就是北方人 性格可以 看毛针 三号女嘉宾您好 您好 上这个节目 会不会每一个人 都是压力很大呀 有点 不过我觉得在这里 没准就能找到 如意郎君 对不对呀 是的 这个形态要高 相对来讲 我在我这个年龄段里 还我自己比较优秀的 在我这个年龄段里 一号女嘉宾您好 王潘老师好 今天来这里心情怎么样啊 很激动 感觉也蛮优雅的 一号男嘉宾您好 一号 我讲的这个二号女嘉宾 我感觉她是东北的 我们喜欢 我们是二汇人 我们喜欢东北的直信 我是河北的 我也很直爽 所以你直接盯上了 二号女嘉宾 有点意思吧 其实讲话声音是怎么样 我不是太在意 其实我更是想了 她的内容内寒的东西 二号女嘉宾您好 有人盯上你了 谢谢 你对这个一号男嘉宾的印象 听声音是什么感觉 挺好的 三号女嘉宾您好 我也感觉一号男嘉宾挺好的 你声音挺胸 很厚的 这你的年龄大了 二号男嘉宾您好 王潘你好 你怎么这么安静啊 我慢慢看嘛 我不着急 为什么不着急呢 时间有的是 我慢慢再看看好了吗 时间有的是 你都六十岁了 还时间有的是 你这就已经耽搁好多年了 我喜欢这样子 有类质 成熟稳重的先生 这两个男的是不是年龄都大呀 都六十多 一号男嘉宾您好 妈妈老师啊 这个二号嘉宾是我的大哥 我们是一个系统的 你们来这之前认识吗 来这之前我们不认识 我们到了以后 来互相了解一下了 都认识了 哦 你们在这还交朋友了 交成朋友了 今天又要让我大哥 找个好的 去买一族的 二号男嘉宾您好 文浦老师你好 我跟那个一号男嘉宾啊 刚刚在路视之前 有一段 有一段简单的交流 他很优秀的 不用情绪 我今天来的唯一的身份 就是一个单身老男人 知道什么都不是 哦 你看看 我跟你讲 这个我就喜欢 这个低调 就是说自己曾经是局长 他都告诉大家 不要提那些 那都是以前的事 现在我就是个普通的 单身老男人 其实说实在的 过去我当过很多领导 我都没好意思说过 今天我也正式告诉大家 我现在就是个单身老男人 不要在意我过去 因为过去 等会儿 你过去当了最大的领导 是什么领导呀 副班长 我比较喜欢二号男嘉宾的声音 刚才第一个按灯的是哪一位女嘉宾啊 二号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 二号女嘉宾 我不太欣赏那个穿旗袍的女的 我不知道什么道理 可能是我的眼光太老了 那个女的 老像 长得不像那个五十四的 我漂亮 我比她年轻 真漂亮啊 你好 都觉得你就不太会走路了吧 有点紧张 基本上是这样走上来的 紧张 太紧张了是吗 有没有人说你很年轻啊 很多人都这么说 这个女的现在身边看 真实上来也蛮好的 我最满意的是我的气质 你这对王老师平时印象深刻吗 非常深刻 我经常看这个节目 因为那个王老师我爹偶像 这个姐姐既然说你是偶像 你还不跟你粉丝跳过舞啊 来一段好不好啊 明镜与点点核心 一点不由 timeframe 你 Betty Robert 巧 Schnee 前面 我 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种感觉很痛 就是天天下耳睡不着觉 这边还考虑就是还小 就是不隐心 就是这么离婚 就是原谅了她 忍着这个气 对 又把这个日子给过下来了 其实咱们女人都挺不容易的 最近这五年她又开始 又开始跟别的前楼的女人又搞上了 你怎么发现的呀 有一天她刚我 她下楼下要上那大馆留的 等我那什么趴窗瞅的时候 她就是动瞧希望的 我一看不对劲 动瞧希望的 她就瞅咱家那楼上的窗户瞅 我一看这个表情肯定是出毛病了 不对 表情都能看出来 对 她因为啥 不像正常说 坐什么 下楼下 还是回头看你家的窗户 对 担心你从窗户上看她 等我那什么测试 看到她看到那窗户上没有研究的时候 她就往前走 往前走一走 我一看上谁家 正好前楼 爱着前楼上前楼家了 我两个明白啥意思 我两个给我儿叫去了 我让我儿跟楼下等她 我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呢 她说我在大馆留的 往后我说孩儿有病了 我赶紧下来 我赶紧回来 她说啊 等回来 等我下来前 我和儿子两个接纳她 我说你上哪去了 她也吓一跳 我一见到你们 她很坦言 因为她是一个老干这事的人 你知道吗 我说你不是上大馆去了吗 我说她们 她家那个电脑坏了 给修电脑 我说你自己家电脑都不会修 我为什么还会上一边 别人家怎么就会修电脑 真是不可理喻 这一次你们就没有再过下去了 我又原谅她 又原谅 再维子 她继续维子 可是她是变本加厉 也蛮有意思 这人本来说什么事情嘛 事不过伤 她能够那样子包容她 那样一趟有一趟一趟 我也觉得有点差异 林老师 你会不会觉得这女人不容易啊 不容易 忍辱负重 是的 还是念旧情 是吧 但是这样的男人 就说她已经掌握了你了 所以她为所欲为 她觉得你对她怎么样不了 对 所以她就这样 真是不值得 自己半辈子都过去了 男人做了这种事情 第一次如果你选择原谅 你一定要让她知道 这个原谅的太不容易了 让她要疼 疼到难受 疼痛男人 否则的话 这个可能就会 带着一种轻松的心理 只要有机会 反正 我老婆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万一有事 她还能原谅 所以你现在走出这一步是对的 寻求自己的生活 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谢谢老婆 我们都是受到同样的痛苦 这个我相信与王盯着 那么今天我们的两位男嘉宾 对这位女士的印象如何呢 哪位愿意出来见一下 我们的二号赵女士呢 在我倒数三二一之后 请按灯 三二一 你好 一号男嘉宾 这个一号先生 你好 王老师 刚才您就说了 喜欢东北人的这个热情 好爽 对不对 是的呀 他的性格挺好 我也要克服克服 我对跳舞反感的这个过程 接受一下 二号先生您好 您为什么一直没有按灯啊 怎么说呢 我不讲理由可以吗 可以 我就想问您啊 您是退休了吗 我还有几个月就退休了 您是哪里人啊 我是来自江苏 无锡 我想知道这个二号先生 您经常看我们节目吗 对的 我最近一个多月 看了你们每期都看 好 每期都看 有没有比较喜欢 哪一种女嘉宾的类型啊 上个礼拜 我看了一些节目里 有个叫张琳的女士 好像是父亲三名的 她老家是那个浙江的 我比较喜欢那一种类型的 好像有点五点美的这种感觉吧 对 二号先生说的是我 你为什么喜欢这位叫张琳的女士啊 我就感觉到 我的第一判断 她就是一个非常实在 非常真诚 就是居家 各日子那种好女人 就是一种良家妇女的形象 我喜欢这种样子 我很高兴 能有人读懂我 假如我帮你 现在给您连个线的话 你愿意跟她说话吗 可以 没问题 我好期待 见到二号男嘉宾 那我真佩服 就底底却也佩服 大哥的这个勇气全是好 为爱而来 那您这样说了 我们今天的三位女嘉宾 会不会不开心呢 感情这个东西没办法 我到这个地方 应该说实话 应该真诚一点嘛 您是有点一见钟情了吗 我还是相信这个 我不敢说这个话 因为我年纪大了 怕人家说我老不正经 我是喜欢一听真经的 一见钟情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很难撑 到最后很难走入婚姻的殿堂 很少 您差不多是两三天之前 跟我们联系的对吗 对 所以在她联系之后呢 我们就联系了今天的一号女嘉宾 一号女士您好 王凡老师好 就是张女孩 您好 不是张女孩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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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跳的厉害就是从来没 就是我初恋的时候跟女朋友 第一次见面也没这种感觉的 没这么多的期待在里面 一号女士您好 王凡老师好 就是张女孩 您好 不是张女孩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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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张女到了现场吗 是的 是的 我觉得二号先生 你其实真的是很感动我们的编导 然后我们前天晚上联系了张女 她听了您的事情以后 第二天一早赶火车赶到了这里 我非常感动 那我王凡老师麻烦你给我安排 我们找一点新兵好的 这就不由你了 这个二号男嘉宾啊 因为你知道我们全栏目组为了您一个人 做了多少调整和努力 本来呢 他们说最后再告诉你 可是我这个人吧 就压不住话 非常感谢你王方 把这么大的惊喜提醒告诉我 明天我陈你到厂局再吃烤鸭吧 可以吧 刚刚我们一样 这一块景色 我想起来了 您如果看电视的话 张玲女士是不是那个 跟你走台走秀 对 她很紧张 对 这个看见啥都害怕 对 两个手在那边都在发抖 两个手发抖 看见我像大老虎 眼睛不知道往哪看 手不知道往哪里放 哎呀 你看 那我想起来了 就是非常正派 非常居家的一个女人 有点尴尬 那你还看到我这种状态 此时此刻呢 我就要说了 李先生啊 你现在心情平复了一点了吗 现在更加激动一点 那你多激动一会儿吧 我们有这么多嘉宾 我们得先让让人家 对不对啊 好的好的 也许她就是我一生中 一直想要寻找的 奖上邀请 一号男嘉宾 大家好 挺好的 很阳光 慢着 身体应该是说 要健康的那种 对 她说蛮激动 这个这个 给我这个精神开大 你看我们二号女嘉宾啊 说实话 这个年龄中的人啊 真的算很年轻 因为她没有什么皱纹 对对对 对不对啊 你平时都怎么抱养自己啊 嗯 经常游泳 哦游泳 你喜欢运动吗 我还可以 我跑跑步 三号女嘉宾 你好 我也喜欢运动 以前我是运动员 现在我喜欢户外 哦 我会打球 打篮球 您对我们一号男嘉宾 印象怎么样啊 一号男嘉宾 看挺阳光的 客人稍微 跟女的配 跟女的大 就是稍微偏矮了一点 其实到了这个年纪啊 外表啊 不是重要 真不重要 那您休息一下到这里啊 看您今年是五十 五十八岁 然后也是离异了 什么原因啊 什么原因就是 我的老婆她跳舞 我那时候呢 在供应口 小孩子生下来 一周多一点 我出彩 一开始还可以 不怎么跳 最后同学在一起 跳跳跳 他们讲我不相信 因为我们在一起 我就没看到跳舞 是不是 然后我出彩的时候呢 后来跟我讲 往往在他们同学聚会 同学天天天 给你弯弯弯弯 那时候是九一年嘛 你不就是锻炼个身体吗 这事也是个事 不是不是 你不能锻炼身体 我也锻炼身体 我哪天不锻炼呢 那他跳舞跳出事儿来了 他跳就跳出事儿了 跳得怎么样了 跳得最后 我处在那天满海 我到丁居家走 没找到他 没找到那旁边呢 我那个朋友 也是我们单位的 因为我们是许色 他讲那小鹿 在那儿跳舞 你就去找他了 对 我一去找他呢 他给你跳着 这给你跳着 跳着我就跟他走 是跳迪斯科 还是交易舞 就是楼 楼子跟去跳 那我也不叫舞 他就这样抱着就这样 他迷迷糊糊的 跟喝这点 然后我心里有一个拽帅 我说你出来 我说你回来 我现在要跟车走 要去进货 你回家看看小孩 然后里面人躲过的面子 就那我都没去 我都没找到麻烦 然后呢 他就找我的事 想我跟车界 哪哪女的 什么这个那个的 我听谁说的 你是真有这事儿吗 北凡之北 我怎么可能呢 咱不是那人 故意找事儿 最后那点立会儿 非要找我立会儿 他找我立会儿 行 那就立吧 他不管孩子 不管家务 好像这个女人不应该 对吧 因为男人在外边 也挺不容易的 关键你这么一说的话 我突然觉得 我这刚才 这也是没问清情况 我这就 就跳舞 我这跳的 你对这个肯定敏感吧 比如说 假定 你跟这位女士 走在一起了 你还允许她 继续跳舞吗 这个年龄 我估计她跳不动了 她就跳得翻了 她就没办法接受 因为往往就是这样 能受过 在这个地方 你受过伤害 这个烙印 这个很难愈合的 万一这位女士说 她跳得动 她就是 就这么个爱好 就出去就喜欢 我不干 肯定不干 肯定不干 我这个信心太大了 就是说 就王导 就是 你看正好就有个 跳舞比赛 王导跟跳 更不放心了 你们跳 怎么跳得无所谓 但是我对这个跳舞 我是信心太大 她因为在各方面 有伤痛的 她的老婆 就是因为跳舞 给人家跑掉了 那我想问一下 这位女士 她真是要找了 这样一位男士 特别合适 爱得非常没有道理 就喜欢 她就有一个要求 说你别跳舞了 你能把这跳舞这事就 以后就不跳了吗 不可能 您是在跳什么舞啊 跳一舞 每天都去跳吗 不 就偶尔 偶尔无所谓吧先生 你是固定的舞伴呢 还是 没有舞伴 没有舞伴 第二次结合红 第二次结合红以后 小孩呢 一直都在住校 来呀呢 他家那他项链掉了 我那你项链掉 你天天戴在身上 你项链怎么能掉呢 他那是小孩拿的 你儿子啊 他家是他拿的 我说你不要胡扯 你是不是忘了哪来了 我们两个的这个阴影呢 就留下来了 因为他对我孩子这样 我那心里不搞紧 最后找着了吗 最后我也搞不清 就像这样 不了不了子了 不管怎么着 这夫妻双方 不能互相怀疑 我们是零七年 零七年买的房子 把小孩买的房子 买过房子以后呢 他感觉到 这个钱都给小孩了 那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你要挂到我的团 我那行 你要担心这个 那我就挂着团去了 改成了我以后呢 后期呢 要结婚啊 结婚了 你拿点钱出来 他没有 你儿子结婚 他没有 他还没有 所以我能不能理解为 你房子给人家 钱也给人家 最后你啥都没有了 最后我就一个了 房子一个 那你再结婚的话 你给他啥呀 那你这个 你那个给儿子了 你真的工资什么的 给老 给第二个了 你再结婚 你给他带的什么呀 但是我也觉着啊 这个先生 我觉得您人很好 也很真心 可是你看啊 你的表达 我觉得要调整一下 是不是明珠老师 就是我觉得 他有点太纠结 两次婚姻了 是吧 就是说你考虑一下 你采取另一种方式 才一个 开放一点 脑子活泛一点 是吧 他一定是个好人 对 然后车间主任 是大家喜欢的那个 在工作上 肯定是一丝不苟的 对 对不对 他说 要那个房子 你就给他 其实这方面 我觉得 很多好男人 都是你这种做法 你挺大度 但是恰恰 你在完善的同时呢 你不够完美 对于这个 很多问题的看法呢 正直到了 有的时候容易轴 当车间主任 没问题 生活中的 你就不能是主任 生活中的 你是他是你主任 你明白吧 你就得和他 找到一种 共同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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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的方式 来接纳 他的热爱 和你的热爱 鼓励他去做 他最愿意做的事 你能把这个问题 玩转过来的话 你下一段的日子 可能就会 经营得很好 对 否则的话 你可能还会有麻烦 二号男嘉宾 我感觉 恰恶也 也不是什么坏事 也根不是什么罪购 你如果就 究竟这个问题 就因为他这个 女嘉宾喜欢跳舞 你而不爽着的 我认为你这个 这个是 这个爽着是不明智的 大家都互相调整一下 退一步 然后有心走在一起 应该是这样 来先生 请到这个椅子上来坐 接下来进入 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 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提问 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当我看电视 我看我喜欢的 那么点点一句 你要是要看那个 打篮打球 你会怎么想 你喜欢体育 他喜欢电视剧 正看着呢 你会跟他抢吗 以女访为主 关键是你能陪着他去看 他喜欢看的电视剧吗 你还得假装说 哎呦好看 行吧 行 他这个 要是碰到 碰到这个大赛了 那你就问这个问题 遇上大赛 你能让我一下了 遇到大赛 你能让我吗 不要 老大 拜拜 拜拜 一个家里 最后一个电视 这个家 可能已经比较被交代了 他其实 其实是拿这个电视 的东西是说 说话而已 真的他意义的不是这些 这位女士 为什么不让啊 我看着你玩笑 他逗他的 他逗你的 你看你就玩真的了 大哥 你看 我讲他吃 我也吃 我也不会弱满的 不让你就不让 就拜拜就拜拜 你看啊大哥 我们都听出来了 这位女士在跟你开玩笑 对 我听不出来 我光听这么多人 他讲不让 你不懂幽默 对吧 你生活中 说实在的找老伴 首先前提是爱 对不对 肯定在 没有爱 那成机器了 对 我感觉到 这个男人 大男的主义 太强 这个人 活在一个 两个人的空间里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 没有什么理可讲 就是怎么好玩 怎么过日子 怎么好玩 怎么往前走 我跟你说 我已经两次都离婚了 在这个问题角度 我没有一点点 不是像老师讲的 我什么 基本上都救他 基本上都救他 我不是那种 心里面好像下来的人 我也能放得开 明白 那你给刚刚女士 那回答 你是给他加分 还减分 开玩笑的 加分 当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有些毛病 假如做得不好的话 你会怎么做 只要事情 要什么事情 大家要沟通 你听出来的这个问题 以你为主 他出去跟王维念老师 跳舞去了 那不行 跳舞肯定不好 我想问一下 如果要是现在 我要到你们那去的生活 你能不能解释 不能 如果要我们俩结婚了 晚上那个孩子 还是问题上 要是有什么矛盾的话 你会怎么解决 孩子都是孩子 都要疼 需要的时候 多得帮忙 不要骗他拿一方 然后现在请集院 没有问题了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彼此的分数 是什么样的 好 两位请到前面来 一般的刚上来 女的都一直排出心理的 总是女的要跟男的 为什么一上来 就说到我女 往那边生活去 两位觉得 我们需不需要 再进一步的交流一下 再多了解一下 如果愿意的话 请在我倒数321之后 向后转 请准备 这个女嘉宾了 如果女嘉宾 她是属于太外向的话 就不定会肯 为这个退一步 三 她肯定看不上这个男的 二 长不了 对男的也不转身 对女的也不转身 可以 一 好 两位请面朝我 你是为什么没转身啊 因为这男嘉宾嘛 太苦玩了 不是我的菜 好吧 那非常理解啊 咱们掌声欢送一下 女嘉宾再见 如果有喜欢她的请拨打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先生您刚才为什么没转身啊 我现在一个人 那个地方我不想逮我 伤害太大 你想到另外一个地方 对 伤害太大 明白 三号女嘉宾 你是否愿意出来 见一下我们的 一号男嘉宾呢 如果愿意 请按道 那先生 请坐那里 太古板了 这也 我接纳不了 因为我喜欢外景 玩乐 高兴啊 掌声有请 三号女嘉宾 也很不错 都很美 还可以的 但是没有我看到 那个叫张琳的 那个女嘉宾 那种感觉好 你好 你好 开心吗 开心 我觉得你性格特好 爱说爱笑的是吗 是 唯一的心愿 就是想马上进到张琳 其他什么东西 在我脑袋里 都是空白 刚才看到前面 这个两位的交流 你会不会觉得 这多大点事啊 跳不跳舞 是不是啊 对 是 干什么都锻炼身体 您跳舞 我也会 也会 这位女士 如果你要是 组成一个家庭 丈夫就这一个要求 就是说 别去跟男的 拉着手跳舞 这个你 你能为他 就放弃这个 假如是我喜欢的人 我愿意放弃 三号女嘉宾 第二号女嘉宾 更外 更外露 因为她的性格 更火烟 一号男嘉宾 我有个事情 想跟你商量一下 争得您的同意 就是吧 我们每个人在这 不都有展示才艺吗 这位女嘉宾 前面抱了才艺吧 是和王威天老师跳舞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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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 不够免了吧 你现在 你就是 有事 对 没事 有事 不是 有事 我不能因为我自己满足跳个舞 最后破坏了一张幸福的婚姻 你主要是你不能偏心眼 你不能照顾她情绪 人家这位女士的才艺就是舞蹈 不是你 对吧 舞蹈你这跳 再说我们是不是对她也得考验一下呀 跳跳跳 对呀 不是大哥 咱说好了 你不能因为在这跳了个舞最后你又生气了 不会吧 不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毕竟我这是在担心呢 真没事吗 这哪个哪个呀 不是 不是 你说真没事啊 我处理一下 放心 你别跟我握手 我把这个放在底下 我怕你拿起来嘎 拽 一会再放上 没问题吧 我把这个放在底下 就被她们在 我不会把盘子起来 我不是那种 没有 就是v 我把这种看起来 的太阳 你 我 我觉得 这大哥其实挺会玩的 他其实挺会逗人的 对啊 其实骨子里很幽默 其实他两个是 呃 非常好的一个滑金大大 我发现这个女士跳得不错呀 跳得好 对 对 她跳得很好 对 假如你找了这样的一个老公 你很爱她 你会愿意为她放弃了这个跳舞吗 愿意 跳舞其实就是专业身体 好 假如你非常爱这位女士 假如啊 你们俩走在一起了 她说老公你陪我去 你愿意吗 是 哎呀 太大进度了 对 非常的好 各有各的场地 然后复补 就是非常完美 我希望早一点见到这里 越快越好 我想了解一下您的基本情况啊 是爱人去世了是吗 对 她离开你多少年了 三年多 疾病吗 还是一个意外事件呀 疾病 这是你爱人 我们看到了 这是她生病的时候吗 是的 她一共六天吧 啊 六天啊 对 这是你们在那六天之间去拍的吗 不是 这是我 06年 我们补的结婚照 什么病 六天就出问题了呀 她平常喝酒 因为她还有糖尿病 她都因为感冒引起的脑袋 脑溢血吧 对 所以我能不能理解为 就是那六天 她突然 比如昏迷之后 又再没有醒过来 对对对 一句话都没有 哇那时候走的真的会烂了 心痛一句哦 太突然了 现在孩子跟你在一起吗 在一起 孩子能理解妈妈的心情吗 能理解 我儿子 特别孝顺 当你看完我们节目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打算 我得报名 我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是五月底 五月底 我妈妈住院 突然有个大姨说的是 黑龙江卫视 有个门当户对特别好 都是中老年节目 哎呦 我问我就从网上搜 我搜 哎呦 我是挺好 我说我也要去报名 试一试 我问我跟我儿子说 我儿子也挺赞成的 说妈妈你去试一试 我觉得你性格特好 是啊 他们都说我有心没肺 大哥 你觉得他性格好吗 嗯 没了解 不得 不是大哥 我想问你 你会谈恋爱吗 我 你敢想像你这样一样 我肯定就不会了 来 我考验你一下 来 您到我这儿一下 来 这样啊 先生 你相过亲吗 没有 没有是吧 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 谢谢 然后呢 您稍等一下 来姐 你到那儿坐一下 来女朋友 女朋友 来王老师 你演示一下 他怎么谈恋爱 你常常让我吓得我 我还跑到我 你这个劲头 我还不跑吗 你往哪儿跑啊 我往哪儿跑 你就是我的人了 你往哪儿跑啊 不应聊音乐呢 他不会疼机子 结婚的事情 你想好没有 结婚你不要考虑 一切都搞得好的 什么叫一切搞得好的 我到现在为止 你一句好听话 都没有听到 我长得漂亮不漂亮 你自己拼 漂亮漂亮漂亮 我哪里漂亮的 我讲点 水灵灵的大眼睛 皮肤又白 线条又好 你这不是整的眼睛 说下话吗 确实的 那都说我有点偏胖 你这么说我身材好 偏胖是不太 你跟我讲 我不嫌你胖就行了 你放心吧 这句话我还原一听 别人再讲 是别人的事 我跟你讲 我结婚我有个条件 就是我结婚以后 我晚上吃晚饭以后 我会去跳舞 我陪你 我们一起去喝 太鼓把了 鼓把你都不能再鼓把 也肯定包饿 这位女士 你觉得刚才表现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表现满 可以了 谢谢 我觉得她能到现在这个变化 我们要给她鼓掌 真不错 但是这样的人 说起来就是说 公子没问题 但是也没有情调 这半天这一号女嘉宾 二号男嘉宾也不说话呀 二号先生您好 你好王胖 你在忙啥呢 我没忙啥 我现在唯一的想法 就是尽快见到张铃 起到什么都没想 真的是很希望能够遇到 能够疼我 读懂我的人 因为我一真正都没有遇到过 来先生请坐 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提问 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会做饭吗 放心 我对不起 我买菜烧饭 我烧一吃的好饭 我不仅是厨艺好 我还是把家里收拾的非常的好 我如果到你们那里生活 你同意吗 可以 你在处理孩子的问题上 生完孩子的问题上 你怎么想 这个孩子都是一样的 谁有困难 帮助谁 我就问一下 就现在你现在跟孩子在一起生活 对 因为我儿子没有结婚 那你要跟儿子在一起生活 假如这个先生要去你的城市 怎么办呢 能行 我儿子只要是我开心 我儿子能接受 你儿子没问题 没问题 如果这位女士 接受你去她的城市生活 你是准备把你的财产 什么全部变卖了 到她那生活呢 还是两头跑 我没有财产 跟她要欠走生活 工资还交给她就不用了 就把钱交给你就行了 那就不问了 对 现在话说的很好啊 来 女士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来 有请两位 她说她没有财产 那女同志更加不会说你了 到这个年纪了 你男同志一定财产 没有房子没有 人家总共要考虑考虑的 好 两位是否愿意 再更多的交流一下 如果愿意的话 请在我倒数321之后 转身 请准备 可能看这架式是不转身的 3 我知道她们不会亲的 因为女的不可能 不可能亲这个男的 2 擦肚垃圾 1 好 来 两位面查我 女士为什么没转身啊 还是没有演员 先生 会不会觉得有些遗憾 没有啊 正常 继续努力 没事 正常 应该节目播出之后 万一有很多女嘉宾喜欢你 怎么办啊 喜欢啊 喜欢就 交流交流呗 好 到时候等我电话 好吗 好 来 掌声换送一下男嘉宾 好 2号男嘉宾 您好 又不愿意出来见一下 我们的3号女嘉宾 就不用了吧 不好意思啊 3号女嘉宾很优秀 我相信 真正属于她的爱 就在不远的地方等她 谢谢 谢谢 好吧 那非常感谢 掌声换送一下 3号女嘉宾 当然 之前的观众 如果喜欢她 请多打我们节目的热信电话 我心跳得厉害 就是从来没 就是我初恋的时候 根据拍摄第一次 见面没这种感觉 没这么多的期待在里面 这个女生 我为什么会转省呢 丈夫死掉了 她没有怀疤喇喇心 是这样的 作为男同志 她同意不同意都无所谓 但男同志还是要转省 来吧 掌声有请 2号男嘉宾 大家晚上好 还好时尚哦 她放回去好年轻 我大哥有这个特样 还有真样 我妹妹 别听说她看得更漂亮 谢谢 谢谢 王老师 这么帅啊 不帅不帅 老老头的 您这个真的不像这个年纪的人 就是60岁了 我61了 对呀 61了 你这打扮的跟31差不多 60的感觉到挺年轻 我就很认可加男的 我就是一直希望是能够生活中遇到这样子人的 2号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您什么时候开始看我们节目的 就有一个月之前 我在床上看电视 躺在那边 一直不注意这个胳膊子碰到那个 遥控镜 看那个 出来那个 我天哪 就是那个 本堂不对 你要找着媳妇 你得谢谢你的胳膊肘啊 我感到 我感到很好奇 再一个呢 我各就要关心不少的 兄弟台的那个 兄弟卫视那个 相亲节目 我感到这个节目是最真诚的一个 特别我不用意 我不想拍你们两个的马屁 但是我要讲 我不认为你们是 中国电视界最顶级的主持人 但是我相信 你们是中国电视界最真诚的两位主持人 哎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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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说 从他谈话中 看他跟别人交流中 我对他印象还不错 您在无锡这个烟厂工作了多少年啊 我在我在北方当兵15年 1989年转移 就在无锡烟厂工作 到现在没没没换个地儿 哦 二十二十七个年头呢 这个是我当兵的时候 这是你多大年龄啊 那是三十岁嘛 那是变形了 那个照片拍到变形了 对我怎么觉得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靠笔杆子吃饭了 我在部队当兵15年 从第一天开始 连队出那个荷板报开始 喝了一天干到双场科展 嗯 我有大量的报道 当时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中央电台 中央电视台 都有我的报道 在暂地 我去评论 那我们同行嘛 现在不行了 现在这已经废掉了 你当个守卫小的领导以后 有秘书 有什么办公室主任 我也不动手了 好的东西都废掉了 没成长 没进步 二号嘉宾的性格 跟我们 跟我其实挺像 我们有共同之处 你看像您这样一个 感觉上 真的还挺靠谱的一个男人 怎么没把婚姻经营好 这个我要非常坦诚地 跟大家说 这个也不是这么 很多人的事情 我的女儿她妈妈 也是非常优秀 非常能干的一个女人 她是一单位的一个领导 而且对我是 百般的体力 千般的好 再一个呢 我当时当兵嘛 我前面那个老丈人 老丈母娘 都是我部队老首长 他们先看着我 把她女儿许给我的 那是为什么导致 这个婚姻没走下去 当时我想不到这个问题 这些年我不断地反思 慢慢地感悟 感悟到了 就当初因为 在一个比较好的单位 在一个比较好好的岗位 就一定年轻俱胜 自己为师嘛 也甚至自恋 自恋自我的不得了 就是对她少了那个珍惜 少了那个那种体贴 就是要什么事情我不说 我说了以后 没商量的语言 你必须听我的 就这种 最后导致我们感情慢慢淡了 淡了以后 我一直等到我女儿 大学毕业那一年 我们就这么 很友好地分掉了 这主要是我的问题 不是特别原则的问题 就是我当初 我就是对这段感情 没有阵营好 没有后悟好 她所走的路 她自己在 在凡事她处在哪 对在哪 上而言很难得 那现在你们还有联系吗 最近无量 你们也联系了 我就是我能够 从我孩子 我女儿身边 能够知道她一些情况 我一直要问问我女儿 我说你妈妈 从起义退休的 她退休金不是很高 我经济状况 原来不如我的 我说你跟你妈妈讲 年轻的时候 我们过得都很辛苦 现在年老了 叫她该吃就吃 该花就花 如果经济上 这么有什么困难 我会义无反顾地帮助她 你们哪一年离婚的呀 05年9月23号 05年呢 十几年了 对 她如果 她能够读懂我的人 她进来选择 我想她就会 以后会疼我 这两天 您说喜欢一个女士 叫张玲 对吗 张玲对的 好 那这个张玲 到底长什么样呢 我们结了一段视频 你先看看 别最后呢 咱乌龙了 别弄错了 对不是这人 绝对绝对不会 我们来看一下 在7月25日播出的节目中 一号女嘉宾张玲 因初衷的气质 和可爱的性格 深受大家喜欢 这么帅的帅哥 这个在这 也不是 来 插过 走两步就不紧张了 你这样插上她别扭吗 那好不习惯 王老师 你帮我 赶紧上场 她令人心疼的婚姻经历 引发了同场 二号男嘉宾 强烈的保护欲 94年离婚 到现在20多年了 她觉得用武力 可以征服一切 也不是说征服我征服一切 她不来之后 有找过你吗 我那时候 人心都死了 她就死的也不 我就跟她讲 我死的不怕 我能保护她 能保护她吗 能 但两人最终 因性格方面的差异 未能牵手成功 这位女士觉得 不是特别合适对吗 是 好的 理解 那请两位 分别回到自己的观察室 再次来到 门当户队的舞台 张玲能否遇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让我们拭目以待 是这位吗 是 绝对没错 确定是她 因为当时我看到 这个节目以后 电视现在不是有 那个回放功能吗 我又回放了两三遍 就光看这一段呢 还是整个节目都看 就整个节目 看这一期节目 看了五遍 真的 一定不瞎说 因为有那个回放 这边 张玲穿着 什么颜色的衣服 那边就像连衣裙 那种就是黑颜色的 黑颜色的连衣裙 没错 我就喜欢她那种古丁美呢 她的脸型 她的发型 再配上那个衣服 我天哪 最值得我喜欢呢 我说话非常吃爽 她就站着我 看到那个手都发抖 她跟王明宁老师 要走秀的时候 她就不知道 眼神往哪里看 特别无重那种 特别真实 特别无重 特想保护她 不是装出来的 不像有的人 装情都是我不喜欢的 一见钟情 终于是脸 终于是她 好像是 你说看这个人的性格 好像那人性格很温柔 其实她不见得是 温柔型的 还是泼辣型的 还是特别脾气暴躁的 你看不出来 不过现在呢 我比较担心的是张玲女士 她到底怎么想 来张玲你好 请问 刚才你看到场上的情况 会不会也很感动 是很感动 我想总算今天 玉莎能够读懂我的人 她又一无人词了 跟我差不多 她又 她就紧张了 对我说话 我理解 我非常理解 你会不会觉得好突然 是 因为我已经觉得 可能事实上 没有人喜欢我 这种性格的人 然后你已经准备放弃了 是吗 对 你没想到吧 这节目一播出 竟然就出现了 一个大帅哥 是 现在我想知道 你今天还有勇气 跟王文宁老师走个模特步 我跟男嘉宾走吧 那出来我们走 没有问题 要跟男嘉宾走 所以 跟男嘉宾一出现 这就等于把我甩了 你跟王文宁老师走得很漂亮 跟我走一定更加踏实 这是奔跑来的 听完这一句话 你什么感觉 李先生 我也很感动 说是有一种 想保护她的感觉 不是说可怜她 她的遭遇 我知道 她的经历很坎坷 我就说了 我就喜欢这样的 就是非常真实的 在台上就是 手都不知道我哪放 眼睛不知道我哪看的 这种人非常真诚 非常可靠 你这个发言 我就担心下次 我们节目来了的女士 都不知道往哪看了 这个我不管 我就喜欢张玲 就是其他人 跟我关系不大 关键是你有没有想过 张玲跟你不是一个城市啊 就是怎么讲呢 我有这个想法 假如现在我们 毕竟你好不是很老 身体都可以 时间有 我们可以 假如我们能亲手 往下走下去 我们就两个城市 两头住走 我觉得两天 那种像后娘 样的这样子 这边会来一下 那边会去下去 我觉得挺好 如果今后真正老了 我的想法 最好还到无锡 来跟我一起生活 为什么 不是我自私 一定要教你 配合你的身份 到我这边来 我因为无锡 我现在住在那个地儿 太适合眼老了 我就这个想法 对 将来 如果大家走在一起的话 如果是说 他喜欢的 我一定没问题 这一次 世纪见面 就要出现了 这个植入 令人感动 掌声有请 一号女嘉宾 张宁 你如果真的在陪我 又怎会让我 静的夜陪我渡过 你知道我在陪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陪我 又怎会让我 划了手在风中战斗 好漂亮 亲爱的 都见到了 都见到你好 想我了吗 拥抱一下 老大之间上了 好 点进 你们俩 他们走过来的时候 我一下觉得你可美了 你上回来更漂亮 而且确实他俩走过来 那几步是踏实 是啊 跟我走却是不一样 不要紧张 要勇敢一点 仙女似的 对 是啊 扩扩扩扩 你这个就是不比不知道 来 咱俩再走一回 也不可以了 可不可以 可以 最后一次了 反正我也没机会了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李哥 可以吧 不能跟王老师做 王老师做不配 跟王大哥做 这回事 人跟还好 王老师紧张了 拜拜 祝你幸福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男人里边的极品 我大哥 所以很幸福的呀 刚才在这个观察室里 我相信你肯定也想了很多吧 是 从来没想过 迈上舞台 走上我们这个节目之后 就会一下子改变自己的生活吧 不是改变我 可能改变我的命运了 你现在在福建什么地方生活 在沙明 假如 假如 你跟这位先生牵手成功了 他说要到 因为他现在主要生活在无锡 嗯 有好地方 有困难吗 没困难 再想问一个啊 你是从福建过来的吗 对 你坐了多久的火车啊 这么十几个小时 因为转车嘛 然后到了北京这边 然后在路上给我 驾驶员给我在路上都圈子兜了两个小时 你的一路上是不是都在想这四个字啊 好事多么啊 当时没有想啊 没想那么多 今天见到这位先生 我就觉得我所受的这些辛苦值得 来 请坐到这里 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提问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请问先生 身体状况还好吧 我身体非常好 没有肠经病 痘发病 什么都没有 没有老人病啊 好 谢谢 我这个时候心情特别激动 我有点语无人事 也不会有很准确很好的表达 我只想直接问那个女嘉宾 我直接了当告诉你 我对你一心中心 我到现在为止我就是喜欢你 谢谢 谢谢 也希望你用最讲难的一句话告诉我 你到现在为止喜欢不喜欢我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觉 不是 我说亲爱的 你就不能说一句很喜欢吗 你必须得这么说 今天我得叫你亲面 你喜不喜欢我 很喜欢 大点声 这是我一直在期待的 期望 我特别希望他们俩能增加了解 然后我也想跟先生说 今天我们录制这期节目是7月28日录制这期节目 在7月31日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对结婚的人已经要来到现场了 我特别期待有一天我也能像给他们主持婚礼一样 为你们主持一个盛大的全国人民都能看到的婚礼 好吗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好 请两位到前面来 就让他跟张领了 我也不跟他抢 因为他无息这么远 省掉一个环节 我建议一下 这就签就好 不要调整 不是 先讲 我就这样站着 这我已经有多大的压力 万一人家不同意 人家怎么弄 这我们要看看女士的速度 就看看她到底对你的喜欢程度 看速度 谁的速度更快一点 这个你可以往前走 谁的速度更快一点 代表对方的满意程度 我还没说三 二 一 三 我特别喜欢买菜烧饭 我烧一烧的烧饭 我不仅是厨艺好 我还是把家里收拾得非常的好 二 我就喜欢她这种类型 对这道人我真的没感觉 也许她就是我一生中一直想要寻找的 一 希望你能爱我到地乱到天哪 你被骰了 《误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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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啊 哎呀 我的好意太甜了 你们站在这儿 第一生金啊 有一bang 一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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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李大哥 这个我们非常感谢你的这个 对我们这个观众的这个尊重 但是你不能弄成一鞠躬二鞠躬 夫妻对败了 这个没事 对你就入洞房了感觉 这些节奏 没让钱 遇到遇到遇到 我真喜欢的人了 我什么都不顾 刚才你没听见 观众一拉手 都说观众就抱抱 抱啥抱 两位北京呢 这个季节真的还挺好 虽然有一点点热 但难得这两天晴天 我建议你们俩呀 可以在北京重要景点转一圈 拍两张照片给我们 好不好 好 期待你们能够早一天回来 好的 好不好 好的 六鬼虎珠宝送您的一份礼物 谢谢 好 谢谢 欢迎同学 再见 在电视里看到他 第一眼我就感觉 我就找卷了就这个人 而且我有这个事情 我认为他看到我也会喜欢我 这个就是明明之中 老天给我们一种安排 一种暗示 为了父亲的幸福 女儿带他登上门当户队 是我劝爸爸来的 这个家庭特别特别的有爱 叫姥姥 姥姥 我外层女儿已经把姥姥叫了 我必须得见 男嘉宾自信满满 却频频受挫 我想和她跟二号女嘉宾 见见面 她不适合我 不行 我等一号男嘉宾 那么我选择一号呢 更有个性洒脱 喜欢周庸世界的女嘉宾 现场大胆告白工作人员 想黑你不知道 我家的那个房间都挂着女嘉宾 你也喜欢 又问人家 哎呀 出带了 五位当心人士来到门当户队 是否会擦出爱的火花 嗯 我要看见 喜欢的女嘉宾 我就上上冲 一号女嘉宾太美了 哎 我来想接一下 一号女嘉宾 所有男人没选我 肯定会后悔 嗯 想找一个终生的伴侣吧 一号男生 说